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沙莉沃斯的綜合運用 那這邊是屬於數學式以及模型組態的運用 那最主要是用來管理檔案用的 會變得更方便 所以我們不需要畫同樣的零件不需要畫太多 我們只需要畫一次 然後運用參數式的繪圖把它準合在一起 再來我們再用模型組態的方式讓它有不一樣的形式 那我這邊先做一個示範 那細節的地方等下後面都會有詳細的說明 我們再來做個學習 那假設這裡是一個M6的螺紋 那這裡因為是示範 所以這個螺帽的外徑呢 我是沒有做更改的 主要是螺紋的地方做更改 這裡我直接讓它切換成M10的 那各位看一下它就直接變成這樣的 是相當方便 我們不需要再重新另存一個新檔 我們只是用同一個零件 我們來看一下同樣的零件 同樣的特徵 然後呢運用模型組態呢 讓它有不一樣的一個形狀 那這邊呢先給大家參考 那這裡細節怎麼做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這邊呢先告訴一下各位的學習須知 那這邊呢建議各位要先知道一下 這樣對於我們未來呢 等一下再做一些學習的時候呢 會比較順利一點 那這裡呢 因為它是數學式以及模型組態的一個組合的運用 所以呢我們必須要先學會了數學式的入門篇 以及模型組態的入門篇 那你如果對於這兩個方式呢 不是那麼的熟悉的的話 我會建議你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我會放上這裡的連結 你可以去參考那邊的單元 那你都有詳細的解說說 我們該怎麼去入門它 那我會建議說 假設你這兩個呢都還沒有學會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先到那邊先把它學會 學會完之後呢 如果你有這方面的需求 我們再來看這個單元 這樣子對學習是會更有幫助的 那這邊呢先讓大家去參考囉 首先呢先來介紹一下模型組態的設定 那這邊呢我先預設開啟一個螺絲的範本 開啟完之後呢 這個是已經先前先做完的一個螺絲的範本 那這邊呢 特徵以及數學式都已經設定完了 那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裡你如果對於這一方面比較不了解的 你可以到參數的螺文篇 那邊都有詳細的解說 那因為這裡呢 我是做示範的 所以我讓螺絲頭呢 是隱藏的是沒有做的 主要是示範這個螺紋的地方 那你如果其他特殊的需求呢 只要運用這樣的方式呢 我們都可以把它做出來 就是一個延伸運用 那這邊我先來做個示範 首先呢我們先要做出模型組態出來 那這裡呢給大家看一下 一開始是預設的 那這裡呢我們把這裡按下右鍵的屬性 裡面呢我們可以去更改它的名稱 那這裡假設是M10 乘以1.5 那這個長度是25 那我先假設不變 是這樣的 那先把它打上去 那這樣子我們等一下再做一些設定的時候會比較清楚 再來我們再新增一個模型組態 我們按下右鍵加入模型組態 就會產生第二個 那這個呢它就會參考了這個M10乘以1.5的這個 那所以我們再繼續打 那就是我把它輸入M8乘以1.25 然後呢短一點24L 那做完按確定 我們再一次再新增一次 那我這邊做三個示範 那其他的如果有更多的需求 你就依照這樣的方式來去做增加 再來呢我再示範一個M6乘以1.0 然後再短一點15L 好用這種方式呢 先增加了這三個 好那這裡呢我們設定完之後呢 我們先回到了預設的這個M10 好那先回到這裡 那這裡呢我們做到這裡呢 就是等一下還要再來輸入的是 數學關係式的連結 那我們先做到這裡囉 先把模型組態先把它全部都設定好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就要進入數學式的設定 那這裡呢我會先建議你呢 模型組態先設定完 我們再來設定數學式 這樣子呢我們在更改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產生錯誤 好那這邊呢 你可以頂倒過來 但是有時候呢 可能會產生一些錯誤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說 我們的模型組態設定完了 我們再來設定數學式 那這裡怎麼做呢 我們從上方內的工具呢 進入數學關係式就可以進入這個畫面 那這裡是預設我們剛剛都做好的 那這邊呢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裡會有三個組態 我們剛剛所新增的三個 所以這裡呢 兩個是會 是同步的 所以這裡三個 這裡就是三個 好所以剛剛我們去更改它的屬性裡面的名稱呢 就是這個用意 我們會更清楚知道說 我們這一個零件呢 它裡面所要給它的尺寸是什麼 好 這樣是會更方便的 那這裡呢 首先我們預設的 大致上是不會去改它的 那這裡是M10×1.5 然後是25的長度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呢 都是正確的 我們就不更改它 好那這裡如果是 另外的別種的特徵 或是別種的數學式的話 你就以這樣的方式呢 去延伸應用 去局域反山 其實它的做法都是一樣的 那我先來示範一下 這裡我把它選擇M8 M8×1.25 好那這裡 我們先不要急著去改數學式 這裡我們要先做一個潛質作業 我們在這裡 我們看到了 我們要改的是 M8×1.5×20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 我們是哪些整體變數需要去修改 好因為這裡面我們不需要全部更改 因為它大多數呢 都是相同的 所以只有一些整體變數是不一樣的 所以那我們看起來我們知道是 D 是直徑 P 螺距 L 螺輪長度 這三個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只需要設定這三個就好了 那這裡依照各位的需求去做更動 就可以了 這裡怎麼做呢 我們從這裡的整體變數後面有一個數學式 一個值 我們在這裡呢按一下 我們就看到這裡有一個模型組態 那我們把這個三角形給它打勾 我們來選擇第三個 指定模型組態 那我們指定的是這一個 我們是M8×1.25×20L 這一個組態 那我們選完之後按確定 再來 好一樣 剩下的都一樣 我一樣點它去選取指定模型組態 再來確定 再來第三個 一樣去選擇它 指定 按確定 那這裡我們都設定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更改裡面的數值 這裡我就把它更改成8 然後是1.25 然後長度是20 那這裡全部都修改完之後呢 我們按下確定 記得按確定 他才會去把它做一個儲存跟更正 那做到這裡之後呢 我們來確認一下 我們剛剛預設是M10 看一下 M10是這樣 然後M8呢 是這樣子 所以確定呢 它兩個是有去做更動的 是沒有錯誤的 那再來我們就來輸入第三個 這裡呢 我們來選擇 M6×1.0×15L這個 那我們進來之後呢 我們一樣 做法都是一樣的 那這裡 我們剛剛一開始是用預設的 所以它會回到這個預設的值 那一樣我們去 這裡的值 點一下選擇模型主態的 指定模型主態的 指定模型主態的 M6×1.0×15L 那這邊做法都一樣 那我就做的比較快一點 那細節的地方留給各位去嘗試 如果你還不是那麼的熟悉的話 你可以往前面一點來觀看 那你都有詳細的說明 記得要注意安全喔 那基本上呢 我們就已經完成了 數學式模型主態的一個連結運用 那這裡呢 先讓大家去嘗試一下囉 接下來來示範一下 當我們都設定完之後 這個綜合運用呢 該怎麼去使用它 那這裡呢 我們就會看到 模型主態呢 會有幾種我們需要的 那通常如果是羅帽的話 可能還會有厚度 那厚度是多少 以及說 每一個六角形的邊呢 它的寬度是不一樣的 因為這邊呢 我是做示範的 所以我就沒有連結那裡 我主要是連結這個 羅紋的地方 那這裡如果你想要連 厚度以及它的寬度呢 都做一個設定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裡呢 一開始我們去標註的時候呢 給它一個數學式 那這邊給各位去參考 那就是給各位去 舉一反三延伸應用 那這邊呢 我來示範一下 一開始我們預設是M10 那假設說 在組合鍵的時候 可能需要另外一個羅帽 是M8的 我們就可以直接 從模型主態去做選擇 那它會直接去變動 是相當方便的 像這個樣子 它就變成了 是一個M5的 那假設說 我們不要這個 要別的 是M8的 等等的這種形式 那其實我們就會發現說 那我們只需要運用一個檔案 相同的特徵 相同的數學關係式 然後使用不同的整體變數 那不同的整體變數呢 搭配不同的模型主態 它的變化性就相當大了 所以會發現說 原來這樣的話 我們在管理檔案會更方便的 原來原本可能要十幾個檔案 我們要一直定存心檔 一直重新做名稱的更動 那這時候呢 我們如果是使用了這個方式的話 我們其實只需要一個檔案 就可以把整個都帶走了 一個它叫做六角羅帽 那裡面的六角羅帽呢 就有所有你所需要的尺寸規格 等等的 如果未來呢 有一些新的需求 你可以自己再競爭進去 就會相當方便了 那這邊呢 再來示範一下 關於說螺絲的地方 那螺絲呢 這邊因為我是做示範 你也可以把螺絲頭畫進去 所以我們不同螺絲的規格呢 可能會有不同的主態 那你也可以用這種方式把它做 那這邊的管理呢 可能就讓各位去思考一下 你需要怎麼樣的零件管理 那去分類 有可能是不同形式的螺絲呢 是一個檔案 假設是六角羅帽 六角螺絲 Y六角螺絲 或是乘窩螺絲 它們個別是一個零件 那零件裡面呢 是不同尺寸 假設是不同的長度 或不同的那個 螺絲等等的 像這種方式呢 去運用它 像這裡是M8的 那我直接可以把它變成M10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再 開啟資料夾 然後再找到一個M10的螺絲 然後再把它開啟 我們只要用模型阻態呢 就會變得非常方便 很直接 那這裡 關於螺絲呢 它可能會有蠻多規格的 那這邊呢 關於管理上 各位要去思考一下 那這裡呢 我們要更動是相當方便的 假設說你的五金鍵 大部分都是一樣的 其實你不需要 每一種尺寸 每一種規格都要畫一次 我們只需要畫 第一次 然後它的特徵都一樣 我們就運用這個方式呢 來導入的話 我們就會變得非常輕鬆 那這邊給各位去參考跟嘗試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那這裡呢 我們關於數學式加模型組它的運用 其實它可以用得非常的廣泛 而只要我們 常用的五金鍵呢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用這種方式 螺絲 螺帽 彈簧 等等的 像是齒輪 那這類的呢 我們都可以運用這種方式 我們就會變得非常好管理 有時候呢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像這類的呢 都是比較是 常見的五金鍵 所以它是公用性的 公用性非常高的話 往往這種呢 它的規格又非常多 那所以我們可能 有一些呢 可能會用另外一個系統 來管理這些檔案 那其實呢 這樣的話 在管理上是比較 不輕鬆的 因為它檔案那麼大 如果我們就有新的零件 新的尺寸 我們就要重新再做一次 再把它上傳 然後每一次呢 我們 需要這個檔案的時候 就要在那個系統 再把它下載下來 那其實我覺得 這樣是非常不直接的 另外呢 我們如果導入這個方式的話 我們不需要再另外購買 這一個系統 只需要用沙利沃斯它預設的 而且它預設是沒有插件的 是 原本就有附的這個 模型組態加數學管理師 運用一個檔案 好 各位看一下 只有一個檔案 然後呢 模型組態 連結的數學式 讓它變化更大 一個檔案 變成多個檔案 然後來管理我們的 零件 零件本來 100個我們只要變一個 那是非常輕鬆的 而且我們可以運用在 組合件 工程圖 爆炸圖 等等的 我們會變得非常輕鬆 那這裡呢 我們在更換尺寸的時候呢 也不需要運用替代零件 來去更換組合件 我們只需要更改的 這個模型組態裡面呢 它的組態是哪一個 其實非常方便的 那這邊給各位去參考囉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